這份名單我想你們應該沒什麼意見 這份文章我已經通知了 但你簽了我就會正式發布了 這都是很親密的文章 他們對他們的說話很嚴重 為什麼要跟他們拆掉 那是過去 這段時間我看他們也沒什麼說話 每天上班就是你們家比在辦公室開工 我們要轉職 要做大型建案 這種文章我們沒需要 這段時間他們沒什麼說話 是因為職務調動的關係 因為公司在進行的客戶 才不是停下來的 所以他們在集資廣義 在討論他們的客戶 不是參加你說的在人家比開工 我當然知道他開工是在說什麼 確實 是討論那些什麼建案成功的經驗 不過他們的想法真的很老派 不如把他們為人扭出 那一個人的薪水 可以請兩個年輕人的完工 年輕人的想法比較有創意 比較新意 這樣效果也比較好 公司沒了錢 只是賺到不夠多而已 你把家的資深員工拆掉 讓年輕人的在公司 是想要吸引薪水的開銷嗎 沒錯 年輕人有衝勁有想法 而且很乖很好管理 我們公司他就在做什麼 好好給他們鼓勵一下 規劃一下美好的未來給他們 他們就要怎麼去做 這樣真的好 那資深員工是要怎麼做 我怎麼知道要怎麼 跟我說要我替他們養老所做 他們家的孩子都沒有這麼友好 為什麼我們說要替他們的友好 這樣是沒有認真沒了 當初等待會兒來賣給Mt Mt有待會兒 五年來賣給太大的認識便當 你現在一個人知道這麼多 我們家的資深員工 定義是開銷子的信用 這點我也無歸扶人 扶人也有說 違反信用也沒關係 八爪歐利下手的都可以為了 我們說要為了遵守信用 就公司辦得到嗎 我們不能這麼無良心 沒有這麼資深員工的功勞 他就不會有今天的規劃 我們不能為了要轉身 就把他們都資深 他們建立公羅的時候 毛鴨月薪到分紅了 公司是買他的靈力 現在沒需要 當然是外到白人買了 我感覺這沒什麼不對 這不是對不對的問題 Tony 夫人有說過 你的靈力真好 今年今也很怕命 但是他們就是太過兩心了 你這樣會讓他們的格局 會受到這麼多 你看 韓國的大企業 如果是那種 我四十五歲 都會不可以 背去高市主管的位置 那如果 就會讓人換掉 這就是韓國企業 越來越有競爭你的情緒 我已經在我後面前了 這只是頭一部的裁員名單 但是這幾天是一樣 就會有第二波 對 有你也有說過 如果是你條人換 它就會改變一類制度 我完全全處理 這樣就不需要 一金貴執行長的領導 我是很願意做壞人 這樣你也不會為難 你不能給她 配幫你 隨便 有錢 哪有錢 有錢 我卡在那裡 最重要 有錢 三個是措點 如果不買錢 不元 不再煩錢 沒關係 我來做 這次我們也全都失誤了 好 这三个费楼 好 跟我一樣 你會保住這三個 這本來就是我放在名單上 給你談判的 所以說你本來就不怕 想把這三個拆掉 所以 你等生意一段時間 你都沒效 這樣你要怎麼把Tony當成這樣 說生意就是要兵不厭倦 今天我不用回體力太久 執行長 李嘉,你什麼事 我聽說我是第一部 讓蔡元的名單裡面 這是真的嗎 是真的 剛才執行長已經簽了 你自己開花的時候 如果還要我看唱相的意願 你現在是怎樣 這已經交給別人處理了 你小李 你是建財部的李宗毅 對 我已經一雷三十年了 你今年五十八歲 你退休還有兩年 不好意思 你今年他媽媽失子很多年 他為了要替公司做工作 他都沒辦法好好照顧他媽媽 近一年 他媽媽從樓梯搏下來 骨折癱瘓 現在在療養儀 你現在要把裁員 療養儀康護 還有療養儀的費用都很重 這樣他要怎麼照顧他媽媽 很可能 希望天公平可以把你當三天 對 主行長 你真的欠你 要替我裁員 李宗毅 抱歉 如果有書店 我可以把你當三天的地方 我一定會想 你會把我當三天 補掉我的工作 當年對你客氣 你電腦要去他的房間 這位人事命令已經生效 你現在馬上把我死出去 如果 我就找補充給你掛出去 這樣 你連資金費都拿不掉 你是由公司開賭的 你不要想要顧他 你光是律師費 就連你媽的療養費 都會花了 你什麼說 你今天 你不要這麼激動 我這年子孫 就讓開賭 你呢 你是執行長最邊緣的花瓶 沒什麼貢獻 你為什麼要讓開賭 李宗毅 我知道你現在太熟了 但是李宗毅 楊秀營的療養 當然有他的原因 這就 他可以讓執行長求 你怎麼做 不會 你說這句話有什麼意思 如果沒有 楊秀營 也讓人家裁員 你經歷留職 你經歷 你可以領楊秀營的薪 這天賣 楊秀營 你跟萬一一生家庭 叫你經歷 你到底是有話說什麼 你經歷 他是資深的經歷 你叫他領我的薪 神秀營 你根本就是在不留意 公司只能花這麼多薪 阿姨愛 還是不愛 就隨便他 你… 你這麼厲害 無情無意 好 你來報應 阿姨愛 他怎麼這麼說 就算說只有鐵砂瓶 只要他跟車廂不安 每個月可以把車廂 空間也很難 他不是那種 把車廂的人 你把車廂的人都刮照 我不知道 你要留什麼看的人 踏踏後有車廂 可以留下來 就是最厲害的完工 胡靈有說過 誰的車廂不夠厲害 誰就會讓人掛出去 好了 今天的人事也要掛了 現在也正好 我們可以最後的吃飯 討論下一波的裁員方向 不然 我會回去吃飯 來到這裡 請你 不停 你所說的楊秀貝 實在就是不說白 我沒有辦法 尋到她的車廂 對公司那些人說的 那些人的工夫 必須讓人離開 結果那種菜鳥 不然學歷快可以留下來 就是說 我們現在 就是關於醫生去找一個老闆 就是關於現在的老闆 變成自己的準備人 你是說跟楊秀雲學習嗎 沒有 他很厲害 我們一般人 可能是學不會學 他現在就是身體力行 専用自己身體的價值 我聽說 他只能夠做到小三 還以為那個男人拿到姨子 真的嗎 那後來呢 後來不知道為什麼 實在我們依賴少東韓澤楷 才一天就做韓家媳婦 口罩少爺後來試 你看自己沒機會 加入好門 過去把姨子拿到 好跟執行長做會 真的假的 他看起來這麼清純 他會做出這種恐怖的事情 所以我才說他很厲害 對啊 除非這種人 以後一定會有報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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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 剛才看你今天講話的時候 講得很大聲 怎麼會剛才的事 所以不需要拿自己講話 還在那邊塞口沒人看到 這次不就不然 不然 也就是說 剛才那兩個董事說的 都是這些 沒關係 這個社會 總是有不一樣的工作 有的 覺得做一個好媽媽 很重要 有的人 算是把人家扶貴 當作是一心理求的目標 我都準備好了 我都準備好了 來 來 不過 一個有蓋子的筷子 不管當吹是 是不少人還是挑戰說話 它就是一個有缺陷的東西 楊少爺 你看看你自己 Toni就是完美有誰的地告 你就是一個有蓋子的筷子 你根本就配不去Toni 你看看你自己 你認為蓋子的筷子 蓋不去完美有誰的地告 沒有 那是因為 你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什麼看 一個蓋子的筷子 不然可以拿來整地 它還可以進去 而且是全世界最漂亮的灰 那蓋子的筷子 跟你所說的地告放作灰 不然很舒服 那有的臉 更是完美 楊少爺 你是頭下壞掉 你到底是在說什麼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沒了解我所說的 不是因為 你是一個目光太愛的人 也不是因為 你是情敵之外 那是因為 你是一個 無靈魂的人 你正在說當所說的 去嫁給一個 跟你完全無感情的Eric 他把你自己當作的 是教育的商品 除非你自己的靈魂 這個無靈魂的人 都會不會了解 這個世界 所謂的美好 你沒有主意 批評我的選項 對 我是沒有主意 不過請你剛才所說的 這個社會 有很多種不一樣的 男人 他們要怎麼過生我 我都尊重 只要他們要來傷害我 現在的問題是 浩宇哥不會去教他 一個無靈魂的男人 我說的應該沒錯 楊秀 你不要在這裡囂張 我不會因為 你說的這些話 讓你影響到 你看不到我的靈魂 是因為 你跟我的禮物一樣 我和你 是天到地獄的 天到地獄的 不過我說出你的頂點 你應該不用把我殺掉 你笑 你笑 你也要你 別很會 好 好 你們